其樂 啟動 共有七篇家居運動短片 每篇有不同的訓練目的 有物理治療師教大家用運動 去改善不同的身體狀況 劉友記 以後在家裡也可以做運動了 心肺功能 站立片 婆婆 外面下雨 我們今天不能出去行山了 什麼? 別不開心了 其實在家裡做運動 也可以鍛鍊心肺功能和手腳協調 不一定要出公園做運動或行山 不如這樣吧 我教你一些站起來的大洋運動 順便可以鍛鍊行路的平衡力 在運動之前 讓我說一下有什麼事項要注意一下 老友記 如果你患有慢性疾病 或曾經接受全般關節換教手術 在運動前應該先諮詢醫護人員的意見 如果身體不舒服 就不適宜繼續做運動了 應該立刻停止和盡快看醫生 只要你不需要輔助器具 或者不用人幫你都可以行動至於 就適合做這個運動了 以下就是所需物品 運動鞋以保護雙腳預防跌倒 心肺功能站立偏 這套運動可以鍛鍊心肺功能 手腳的協調能力和改善平衡 全套運動大約需要做四分鐘 大家雙腳分開 要和肩膀一樣闊 站定定 準備好了嗎 好 熱身先 一起跟著我們做就行了 3 2 1 起動 好像跑步的姿勢 輕鬆地擺手搭步 輕輕地搭 我們挺起胸膛 眼睛看前面 踏步的時候 雙手自然前後擺動就可以了 記住要保持自然呼吸 初初後可以找人陪著一起做 準備好下一個動作 向側提手 繼續輕鬆地踏步 向外打開手 手搭伸直 舉手的時候 手心向天 放下手的時候 手心向地 1 2 3 4 5 6 7 8 轉下一個動作 踏步打圈 握拳 用前臂打圈 視線跟著手的方向 轉腰的時候 儘量向左右方向轉 可以鍛鍛鍊腰部的靈活性 在前壓位置打圈 轉身拍手 腳尖向側點地 另一隻腳保持伸直 頭看腳 頭看肩 5 10 10 12 反回正中再拍手 大家记得要保持自然呼吸 不要忍住气 之后的动作向前推掌 推掌的时候手肘尽量伸直 另一只手压拳放在身边 脚肘向前是轻点地 脚尖向上 留意推手和出脚不是同一边的 收回来只手压拳放在身边 转上下推掌 一只手向上推掌 手指向入 另一只手向下推掌 手指向前 脚肘向前轻轻点地 脚尖向上 留意向下推掌的手和出脚 都是同一边的 准备好下一个动作 向侧提手 我们调整下呼吸 举手的时候手心向天 慢慢吸气 放低手的时候 手心向地 慢慢呼气 如果大家跟不上 不要紧的 继续慢慢踏步就可以了 最后一个动作 摆手踏步 好像跑步那样的姿势 轻松地摆手踏步 用个鼻子慢慢吸气 嘴慢慢呼气 让身体逐渐平复 慢慢减少幅度 好 大家做得好 我们完成了 好 完成了 完成了所有动作了 大家继续踏步 直至到休息 休息一会 然后可以做伸展运动 做完运动 记得吸引适量的水 补充水分 这套运动 是有点挑战性的 初初跟不到 是很正常的 练多几次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按能力 重复动作 至十分钟为目标 大家还可以 和家人一起练习 增加运动的趣味 请不吝点赞 订阅